在世界的室室上 喜好 在世界的室室上 喜好 好,沒有賣泡包,只能撐一下。 主要完成整個生活史裡面有兩個階段的主角 一個是 Mucho 然後先擔汰一下彈一下那個 174頁 弄香植物的铁串 鸡蛋糕 就是獨生持有的起源呢 應該是由 好 應該是由原始的綠藻發育 那最一般來說 如果你有聽到一個說法 這個說法就是不神不大 就是什麼綠藻 植物之間 好 問題是你講的是哪一個時代的綠藻 因為我們現在原生生物裡面還有綠藻 對不對 然後植物呢 也是長在長下 大家都活在同一個時代 所以到底是誰是誰的主權 這樣的說法就不神 無切 所以 如果你真的要講的話 就是說 獨生植物的起源呢 應該是原始綠藻 早在四五一年前那個時代的那個綠藻 對 那以後跟今天的綠藻來講 當初的那一滴原始的綠藻也沒有什麼 比較以前的大綠藻 就是 我們現在還是有綠藻 那四五一年前也有一批綠藻 然後呢 其中某些種類可能是 就是獨生植物的始祖 對不對 那以說 時間都已經經過了四五一年的 在當一年的那一批綠藻 跟現在的綠藻 即便外觀特徵上看起來很像 會不會完全一樣 你綠藻不太可能 你一定多多少少有累積一些改變 那只是說 現在還存在的綠藻 跟當初的綠藻 那個差異性相對比較少 那 差異比較多的是誰 就是後來登陸的那一批綠藻 那個跟那個祖先 落差就比較大了 有沒有 好 然後 那 原始的綠藻呢 其中應該有一些種類呢 往陸地上這個拓展 那其中第一個 不適合成功的產品 就是你們所熟悉的顯胎 可是顯胎其實在分類上面來說 只是要把它切割來看的 就是顯跟胎 至少從表面的字眼上面來說的話 要分顯類跟胎類 因為它們兩個的這個分類上面的特徵 其實是看得出不同的 然後另外這個 因為這顆演化樹就另外講了一個 所以就順便補充一下 還有一群顯胎呢 它又向顯又向胎 所以我們稱為叫膠顯 它種類比較少 所以 顯胎這個類別的話 事實上它自己在演化上 這是一個演化樹 然後在這個演化樹上呢 它自己就是落在同一個大樹枝 就是下面的小樹枝 所以這是小細節的差別 如果 因為你不是做顯胎研究的 所以你只需要看這一根大樹枝 就可以了 所以這些小細節的部分 就目前現況來說不是無能 需要去探訪 和信討 那可是植入登錄的時候呢 到底跟當初的綠藻有什麼差別 因為綠藻目前我們是歸在原生生物界 對不對 然後顯胎開始呢 就是植入界 你都已經在藉這個層級呢 有凸顯出它的差異性 當然是有一些指標性的特徵 然後其中一個指標性的特徵 這邊可以先談的就是角色層 就是如果你還停留在那個 顯胎沒有角色層這個說法 顯胎基本上呢 是有角色層的存在 只是它角色層做的不是很好 好 那角色層做的不是很好 所以大部分的顯胎 恐怕都還是盡量是活在比較潮濕 或者是滷水的這個環境 那當然有沒有那種很耐乾乾的用途 好那這是其中一個特徵 那另外一個特徵呢 就是當初植入在登錄的過程當中 跟原始的綠藻到底有什麼樣的關鍵的差別 這個等下用一個大括號來解決 就是胚胎 口頭上先講一下 因為我們比較能夠接受 比如說胎生動物啊 那個獸心軟鮮發育成初期胚胎 胚胎發育到一定成熟才產出 對不對 所以胚胎這個詞在動物上 其實大概對你來講接受不難 可是植物的話基本上 陸生植物其實它登錄的這個過程當中 也是有很關鍵的構造 就是胚胎 那那個等下在上面的地方在另外的 可是問題在於這一群植物呢 雖然已經開始努力適應陸地環境 可是有一個構造的出現暫時沒有 因為演化的大區式是從簡單走向複雜 所以它沒有應該不太合理 就是說第一時間然後它登錄的時候呢 它體內的所有的細胞就有非常複雜的分封方法 那圍管束的出現代表的是植物體內 它是出現運輸系統的對不對 所以這代表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構造 那第一時間就出現的話 當然看起來不是很合理 所以暫時是沒有 所以如果從這顆演化樹來看的話 演化樹上面每一次樹枝的分場 都代表有重大的改變 所以這一個分枝延續綠藻當初剛登錄的時候 就是體型變得比較大一點 有一些綠藻是單細胞 然後有一些是簡單的多細胞 然後到了顯胎的時候呢 開始出現蠟子 然後它的體型開始變得比較大 然後在外觀上面你可以看到植物的影子 就是那些根莖葉的這個外型 但是那只是外型 還沒有實質的內涵 所以真正開始具有實質的內涵是誰 就是這邊 有另外一群呢 發展出了圍管束這個構造 所以 既然在很早的時間點 已經有一群 陸生植物呢 開始發展出了圍管束這個構造 所以從此之後從這個數字上來的 不管是哪一種植物都會有圍管束 那第一個不是很成功的就是誰 體型開始變大 但是還留下了一些可改善空間的 就是絕類 所以絕類之後的植物都有圍管束 所以圍管束植物一般來講 從絕類開始看 所以 所以無圍管束植物就是有顯胎 那圍管束植物包括絕類之後的 好 然後 可是 在這個地方呢 嗯 絕類呢 在這個生殖上面呢 它還保留跟顯胎一樣的這個方法 就是不用 就是利用包子盤子 所以顯胎跟絕類都不是種子之物 種子基本上暫時還不是他們用來傳宗接代的 這個主要的這個工具 好 所以 如果在演化上一般來講 通常從很多的證據裡面去看得到就是說 如果你在這個生物身上呢 看到它有一些 可改善的空間 那就代表 應該會有一個炎化的方向 會去朝那個改善的方向去進行 OK 那因為包子盤子 基本上呢 大概 最大的優勢是它的數量 包子的數量 一般來講 非常大 這算是好事 可是因為包子子的單細胞 它的養分比較少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它的發育成功率可能會比較偏低 那既然這樣子成功率偏低 算不算缺點 可能算 好 那所以呢 有沒有可能找得到另外一個出口 就是走向另外一種繁殖策略 那這個 當然就從結果來講 很明顯的有 就是螺子植入 所以螺子植入的出現呢 植入的繁殖策略呢 開始走出另外一種方法了 蠻子的手藥工具 不再是用包子 而改用種子 那種子出現的時機在什麼時候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先提一下 種子出現的時機是 種子內的最關鍵構造叫做胚 然後胚它是從受精卵核子發展而來的 然後胚是一個不成熟的包子體 所以後來的種子植入呢 它不是在這個時候 然後把包子散播出去 它呢 再繼續撐 撐到下一個階段 配子體出現 再撐到那個受精卵出現 然後還等到那個受精卵發展出胚 然後再提供胚呢 適當的養分 那個子也應該還有印象 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 形成一個完整的種子 等種子有機會散播出去 然後它在地面上面發芽 然後可以長出下一個時代的包子體 所以後來種子植入是一層層層 撐到這個時候呢 它拋棄了 用這個 當作那個 環子上面這個主要的工具 改用受精卵發育之後 那種 擁有配的那個種子 然後作為散播的工具 所以差別在這邊 那朵子植入呢 因為它一開始的時候 在這個生殖構造上面的發展 一樣 它只是比較簡單而已 就是比如說那個我們講秋果 種子植入常見的這個生殖構造就是秋果 秋果的鳞片 然後鳞片上面呢 一開始附著的胚珠 然後胚珠受精之後發育成種子 所以從頭到尾 從胚珠到種子 都是貼在那個鳞片的表面 並不算是一個比較好的保護的方法 好 所以這個呢 裸子就在突顯出 它對於那個關鍵的那個生殖的這個構造 它並沒有一個很完善的保護方法 既然這樣的話 看得到缺點 就有可能看得到改善的這個出口方向 對不對 所以證據就最明顯 所以有下一個世代的植物出現 就是被子植物 就可以出現出 裸子植物在這個地方 當然還沒有做好 你看 結果證明一切 對我們看到被子植物的出現 就在表示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需要改善 你看 所以被子植物的出現當中 從植類開始具有圍管束 對不對 然後裸子植物開始呢 改用種子作為主要的蠻子工具 可是除此之外 我先有提醒你不要只看種子 種子的出現背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工程 就是 花粉 因為花粉的出現代表的 後來植物在傳遞聖殖細胞的時候 就不再一定得是水作為媒介 對不對 顯胎跟蕨類都最明顯 他們的配子基本上就是軟跟金子 我們講金子基本上指的是一個有邊毛的雄性生殖細胞 所以有邊毛就代表它有運動的需要 所以一般顯胎跟蕨類 你起碼在它完成有性生殖 就是那個壽經這個時期 你要給它那個水的存在 所以為什麼對他們來講 這個土壤有一定的潮濕程度還是比較重要 你看 雖然絕類抵抗肝它的能力一定比顯胎好很多 但問題是它的有性生殖這個環節被綁死 你看 所以既然這樣子的話 受到限制跟往另外一個方向去尋找 這個可能的這個發展 所以我們看得到的就是 螺子植物基本上 因為花粉的這個幫忙 所以雄性生殖細胞就不再需要那麼依賴水 我們可以利用風力對不對 然後可以利用動物來傳遞花粉 這些都是可行的方式 所以從這個地方來看的話呢 植物大概應該是在種子這個時 種子植物開始出現之後 呃 才算是連生殖這件事情都擺脫 呃 對於水的高度依賴 但生理上的基本代謝需求的水 那還是必要的 所以 那是環境的這個問題 好 可是 螺子跟被子當中 被子呢 因為 它不只是改善了 配豬跟種子的保護 它連帶的希望呢 去提高那個 呃 散播的時候的成功機率 好 所以這時候又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就是 花 跟果實 所以被子植物我們又稱為開花植物 所以它有兩個階段的重要的改善 一個就是出現花這個構造 初期 然後後來呢 又果實這個構造 那因為有花的出現 可以提高獸墳的成功機率 對不對 果實的出現呢 可以引誘動物 然後來幫忙做為傳遞的媒介 那這樣子的話 對於種子的這個使用效率來講 基本上是大度提高的 這樣 那所以 螺子跟被子的最大的差別在於 後來往這個方向去發展的 就是它的配豬 後來發育出來了 種子 是有被打包起來的 配豬被包在那個廚房裡面 對不對 種子被隱藏在古石當中 那被子當然可以再繼續下分 就是單子葉雙子葉 那又是這個樹枝的小樹枝上的這個問題 好 那所以 剛剛少補了一個 不是 就留下了一個就是 那 你現在既然把植物跟藻類分成不同境 那表示植物跟藻類一定有非常大的不同 所以那個不同在哪裡呢 就是在於 所有的陸生植物 都是屬於 配胎植物 就是它會先讓受精卵先有一個早期的發育 然後之後呢 才發展成成熟的狀態植物 所以配胎這個特徵是高等植物的特性 所以你就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動物也有這個特質 就是希望受精卵先有一個早期的發育 然後之後呢 再離開這個谷底 好 那就是陸生植物 所以現在的 至少 可以分成四大家族 鹹胎植類 斗子跟貝子 然後這四大家族的植物 你現在要套這個共識 所以你得去找出 這四大家族的植物 它的包子體長什麼樣子 然後它的配子體長什麼樣子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個只是一個雛形 特別重要的就是說 你看 在四代交替裡面 就直接把植物的一生分成 你應該可以看到植物體 有一個形體叫包子體 然後會有另外一個形體叫配子體 對不對 就我們拿忍來講的話 就是 你講說忍 基本上我們在完成有性生殖的過程當中 那 所謂的生殖的發生 不過就是生殖器官 然後要去產生配子 對不對 然後配子結合 然後就是下一代開始 對不對 生殖器官仍然在 在同一個個體 就是生物體內 對不對 那植物沒有 植物基本上 為什麼應是在它整個生活史 的一生當中 切割成兩個形體 其中一個形體是為了 負責製造的 產生配子有 好 那所以從登錄的時候 一開始 到底 狀況是什麼呢 顯胎當中 胎類 有一個好的例子 就是圖馬中 然後那個顯有一個例子 叫地前 這兩個大概是教科書 比較常用來做解釋的時候 代表性的例子 所以讓大家知道一下 地前 它有一點像是 影片 一直在往外長出去的 不規則的葉子 它就是 有一點這樣 狹長 然後呢 長到一定長度之後呢 它就二長 二長出去 然後再繼續往外長 然後長到一定長度之後呢 再分岔出去 長到一定長度之後 再分岔出去 所以我們就看到那個 貼在土壤面上面 然後一片薄薄綠色的東西 然後長條狀的 然後一直分岔一直分岔 往外拓展 那如果看湯座厲害一點的話 從這地方 這邊也可以發展到 就不一定只是同一個方向 所以有一些那個地前呢 它長得很漂亮 就是 橘色方的發展 那問題是 那從頭到尾都只像一片 輪廓不是很規則的葉子 就是狹長的 然後大概只有 魂筆畫的這麼寬 然後就這樣分岔分岔分岔 一直分岔出去這樣 這可以理解嗎 所以它比較沒有我們 習慣看到那個植物 應該很驚豔 所以 在這地方 我們用那個圖馬鐘 因為圖馬鐘有一個好處 圖馬鐘的話呢 有你熟悉的那種 可以看到那個 圖馬鐘形體 其實很難 只有大概一兩公分 常見的這個高度 可是至少它有你習慣要跟經驗 你看 可是問題是 無尾管束的關係 所以它做出了造型 沒有真正的內涵 所以當你在講 像圖馬鐘 就是太累它們的葉的時候 請再幫它多加一個字 就是它是假葉 用來跟 尾管束植入真正的葉子 是有葉脈有尾管束的 做一個區域 聽得嗎 它只是形狀有的 可是它沒有真正的內涵 所以當你在描述它的晶的時候 也是假的 因為它沒有尾管束 所以 因為沒有尾管束 顯胎一般來講 普遍高度都不會很高 那如果它長很長 可以 如果你貼了地面水平發展 這還可以接受 往上長的話 基本上高度會比較受到限制 好 所以那個 如果看到像晶這個部位 施上 它也不過就是假晶 假的理由 只是因為沒有尾管束 所以 真正的根經驗 是從尾管束這個時候 才開始彈 所以就是說絕對時候 才會有真正的根經驗 好 然後所以那個 看起來像根的這個部分 基本上就是假根 但起碼 剛才講 起碼它有我們所熟悉的 就是一顆小草狀的這個造型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這個東西 是你肉眼看得到 OK 旁邊這些植物體 你也看得到 上次提到 我們平常像這些被子植物 所看到的植物體 你看到的是保子體 還是被子體 答案是直接告訴你的 就是它其實是保子體 原因在於 它的藍色體組成是二分 你看得到它的存在 你看到 多細胞應該不用管移 這樣看齁 所以 這些被子植物 包括這個大王椰子也是一樣 我們看到它 一生當中 現在看到它哪一個階段 看到它是保子體的階段 這樣看齁 好 所以 一顆圖碼中 一般來講 你在那種像吸頭那種環境 如果你看到有一些岩石 表面比較潮濕 你看到它一長一大片 你看得到它的存在嗎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答案 我們直接會稱呼 這個就是顯胎的植物體 可是 那個也是植物體 這個也是植物體 對不對 顯胎我們平常看到的這個植物體 你到底看到的是它的包子體 還是配子體 OK 染色體決定 這些被子植物我們看到的時候 是看到它2N的時間 所以 可是 這顆顯胎 我們看到它的時候 這整顆 我等一下會用顏色來取分 這整顆上面 到現在這個狀態來說的話 它的染色體都是N 然後呢 你看得到它嘛 所以多細胞應該也沒有什麼疑慮 OK 所以 染色體組成是單套 多細胞的組成 這個是它的配子體 所以 當年植物剛登陸的時候 第一時間 在地表面上面 可以 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可以獨立生活 它有甲根吸收水分跟那個礦物質 地上部這邊是綠色的 配型光合作用 所以 所有它需要的資源 全部自己討論 就是獨立生活 獨立表現生命現象 那 當年藻類剛登陸 然後植物 雛形開始出現的時候呢 植物 是以配子體的形式 為主要的生活型態 你看到 所以你看喔 這完全就不同了 對不對 光是在側體的雛形就不同 那現在的問題是 如果植物的一生 一定要出現配子體跟胞子體 那 鹹胎的包子體長在哪裡呢 當 圖碼中 它的配子體成熟的時候 它的頂端呢 會開始出現生殖構造 然後它的生殖構造有兩種造型 一種 是那種 就是像一個小瓶子一樣 那另外一種 是 蠶陀球形 蠶陀球形的這種呢 它會負責產生 精子 我們就把這個叫做藏 藏金器 然後 像小瓶子狀的 它裡面會預留一顆龍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生殖構造叫做藏 藏滿氣 然後 像小瓶子狀的 它裡面會預留一顆龍 畫白色 那 因為你看它的高度 我就當它的高度是兩公分 好了 所以 精子再怎麼辛苦 我只要 因為 圖碼中剛好它的長青期跟長卵期 通常不在 不在同一顆配子體上面 跟我一般花 可能會同時具有齒胸紋 不太一樣 有一些顯開 它可以 長青期長卵期在同一顆 現在講的例子剛好沒有 所以 精子最辛苦的狀況 老不了不起 就是從隔壁的另外一顆配子體 然後 從頂端成熟之後 它就順著配子體 沿著植物體 流下來 然後 橫向移動 然後 它流到另外一顆配子體的頂端 可以解決嗎 這個距離 一般來講 普遍都還可以接受 再不然 另外一個更 常見的情況是 因為顯菜通常你長的時候 祕密碼像地毯一樣 所以如果這邊有下雨 或者是剛好那個水 有沒有 剛好三比 然後它有泉水 滲流過去的話 事實上 那個對於精子的游動來講 都可以省下不少的力氣 所以 通常我們在看一整片 那個圖碼中的時候 那個沒有多久之後呢 它的頂端 就會開始長出一個長的餅 那原因是因為 精子如果能夠游到完這個地方 它完成受精 OK 改用另外一個顏色 黃色開始代表2N的出現受精 對不對 所以 原來我們剛剛講 你現在看到那個圖碼中的那個配子體 這是它N的時期 然後配子體的角色是負責產生配子 OK 所以 藏軟氣負責產生磁配子 藏金氣負責產生熊配子 然後完成受精的時候 受精卵出現嘛 那受精卵出現的下部是包子體 這個時期 我們就會從 這個配子體的頂端 就看到它先長出一根長的餅 然後接下來呢 在這個頂端的地方 就龐大 這個就是它開始進入下一個時期 的重大的轉變 從它的頂端呢 開始發展出一個構造叫做鎖 然後還有一個補兵 這樣OK了 好 所以那你現在可以參考這個圖了 就會比較方便了 175頁這個地方 所以 175頁這個圖啊 基本上是 那個寫 派貼 派貼的那個 事態交替 所以你看現在 中間上方這個地方呢 分別有 熊配子體 跟磁配子體 熊配子體呢 它的藏金氣產生精子 精子成熟的時候呢 熊配子體開裂 然後那個精子 開始釋放出去 然後磁配子體 突然是不動的 然後 所以如果精子過來 跟它完成結合的時候呢 這時候就產生那個受精卵 或者直接稱為核子 等到核子先發育成為核子 你看那個第四個步驟 有沒有 這個胚 即便再簡單 可是你看喔 藏卵器裡面 一開始只有受精卵一顆細胞 那受精卵開始有次分裂 產生很多顆細胞 一團 對不對 這個就是胚 所以雖然它再怎麼簡單 好 它確實有先讓那個受精卵 完成早期的發育 然後接下來呢 就開始向上發展 所以左下角 第六步驟 到第七個步驟 這之間 對不對 好 我們就看到配置體的頂端 開始展出塑 然後利用塑餅來支撐 你看 那如果你現在呢 把這整個黃色的部位 尤其是這裡最明顯 你在它剛出現的時候呢 你把這個地方 然後呢 去做切片 然後去做染色體的染色 然後先去算一次它的數量 然後你在等一段時間之後呢 再去取這個部位 然後一樣去做切片 然後再去做染色體的染色 然後再去算 那個每一個細胞裡面的 那個染色體的數量 你就會發現 一開始出現的塑裡面的那個細胞呢 我先畫一次 一樣 一開始塑裡面呢 滿滿的都是2N所組成的細胞 等到你在過一陣子再去取塑出來 然後做切片 然後重新再去做一次染色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才出來的這裡邊的細胞呢 已經不再是2N了 已經變成是2N了 這樣 看到嗎 好 所以原來黃色的這個部分 就是它的 包子體面對過來 2N的形體 對不對 然後 所以其實所謂的塑 根本就是它的包子 因為 後來我們看到塑成熟之後 它最前端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蓋子 這個蓋子會脫落 脫落之後在我現在畫的這條線 這地方呢 它就變成是一個開頭 然後它就從這個地方釋放出包子 這樣 所以後來這一顆構造裡面 原來它就是負責產生包子的地方 OK 所以包子體出現 然後在這個地方 產生包子 那剛剛講 你在塑 一開始剛出現的時候 如果趕快你先把它切開 然後去做展色 你去算那個細胞的展色體數目 它會是後來的兩倍 比如說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它在這裡面發生減速分裂 所以包子體產生包子的過程要 然後 減速 OK 首先只差一個了 所以那 包子體透過減速才成包子 然後包子是單細胞 對不對 藍色體的狀態是N 然後所以等到包子釋放出去之後呢 它應該發展成配子體對不對 然後顯胎的配子體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本一開始的發展 這包子就是一個單細胞小顆粒粉末狀 之後你其實看不到 因為太小了 那它一長出去之後 它就開始發展成絲狀 很像那個真菌那個菌絲 那樣的發展 那這個階段基本上都在土壤表面那個附近發生 所以你看也看不到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這個構造叫什麼 叫原屍體 所以你看那個屍體交替 左上角那個 叫原屍體 然後 它等於是先建立它的根 然後等根差不多已經 可以掌控這個土壤的資源 水分跟礦物質的時候 然後它就在某一個地方 預留一個牙 然後接下來這個牙呢 就開始向上發展 所以它是先建立 原來是根這個部位 就是先建立地下部 然後再開始往地上部發展 OK 所以等到它成熟之後 然後 早期第一階段的成熟 就長這個樣子 頂端 成定器傳染器成熟之後 就可以完成壽星 然後接下來就是包子體出現 OK 現在有看到配置體了 然後有看到包子體了 OK嗎 至少造型上應該沒問題了 如果你有觀察過顯開的話 應該可以理解 這個東西的存在 就是知道這張圖在講什麼 好 現在先暫時一個 就算是這樣子好的 就算是這樣子好的 為什麼需要在世代交替的時候 把包子體跟配置體做切割 因為最簡單的道理 這個東西 我先不管它的染色體組成 這個東西它是從這裡長出去的 對齁 好 就像你現在 假設看到玉蘭花開花 好 所以如果它在結成果實 對不對 很合理的一個說詞 從頭到尾都在同一顆植物體上 從頭到尾都在同一顆植物體上 有什麼樣的強烈的理由 我要把包子體跟配置體切割成 叫做兩個形體 聽得懂嗎 生殖器官也不會是我們的諸多器官之一 對不對 好像沒有特別需要 除了討論之外 它並不是獨立存在的 好 所以先用一個字眼 當年植物鋼登陸的時候 包子體基本上 我們會用一個比較強烈的字眼 包子體那個時候是寄生物 在配置體身上 因為這個地方可以形光而作用 那包子體所需要的養分 主要是依賴配置體提供 所以它是依賴下面這個部位 來提供它生存所需 OK 那寄生這個字眼其實用的很強烈 表示 包子體其實是可以自己 自己跳脫出來的 那這個地方 暫時在顯胎是看不到 一直到下一個階段 顯胎下一個階段 主角之成 會做這樣的切割真的不是沒有理由 但是要到絕類的時候 整個事情才會比較明顯 好 所以這是顯胎 來接下來看176的絕類的部分 絕類一般來說 我們習慣看到的形體 學校裡面那個應該也很常看到一些 像奉偉絕或聖絕這種的 好 所以絕類的最大的特色是 通常它會有一個屠夫巾 所以你現在看那個176的下角這個地方 然後它們有軸根 它就是從這個屠夫巾這個地方 貼著圖網面這個地方 就可以直接發展出一些虛根 虛狀根 虛根好像在講三字眼 然後整個絕類 通常第一個會 將你比較留意它的存在 其實是葉子 好 絕類的成熟葉子 如果你拿那個聖絕來說的話 大概像這樣 這個叫羽狀副葉 然後這樣是一片葉子 OK 這叫羽狀副葉 這是多數絕類的特性 羽狀葉或羽狀副葉 這之前提過的 看它裂的程度 裂的夠深 裂到主葉脈 就可以叫副 對不對 沒有裂到最深的地方 就叫做這個裂 羽狀裂葉 這樣子 好 然後問題是 這個絕類比較特別 它是以葉子作為整個植物體當中 最辛苦的部位 因為蝴蝠精貼在底面上生長 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不容易第一眼是先看到它 然後因為它的葉子通常很淡 所以你第一眼應該是看到它的葉子 可是絕對葉子 如果你有看過它還沒有 發育成熟的時候 它一開始就是一個小的捲捲的東西 然後這個捲捲的東西 然後它就慢慢 慢慢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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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捲起來的東西 就慢慢的展開 然後旁邊那個葉片的部分 就開始慢慢的長大 有沒有 所以 因為它那個 那個嫩葉 有時候那個口感還不錯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去一些 比如說竹山南頭 有沒有一些山區 有些餐廳 對不對 通常應該 蠻容易出現一道菜 或兩道菜 起碗至少有山酥 只是山酥恰好 它沒有那個魚狀葉的特質 噗 噗 可是吃山酥的時候 不是都是 尾巴那地方還有看得到捲起 有嗎 那有沒有試過 山酥那麼好吃 噗 噗 所以至少有看到捲 那捲區葉 右頁捲區 基本上是 絕類的一個重要的特質 噗 所以這也沒有問題 顯胎 如果你有曾經留意過的話 OK 這是第一眼 會讓你看到的 顯胎的植物體 可是 你是看到它的配置體 好 外面的這些被子植物 你第一眼看到的時候 會發現它的存在的時候 你是看到它的包子體 所以現在絕類 你看喔 這是顯胎 然後那是被子植物 剛好演化術是在兩邊 對不對 所以中間這個地方 就很重要了 那絕類 我們看到它這個時候 到底是看到它的包子體 還是配子體 一樣做染色體分析 你看喔 所以 你去鑑定它的染色體 細胞的染色體組成 就會發現 這整顆 就是它的 包子體 因為它的細胞的組成是2N 好 這沒問題 就是 染色體先鑑定嘛 2N 這是多細胞 應該也沒有任何的疑慮 對不對 好 更何況 至少 絕類你好歹有一個概念 如果你現在把它的葉子 然後做局部放大 這是主葉脈 等於是主葉脈 然後它那個葉片的地方 對不對 你把它翻過來看下表皮 通常在下表皮靠葉子邊緣這地方 不是都會出現 包子男裙或包子男堆 你眼睛看得到的一個點 如果你視力不好的話 你就用放大驚嘆 你會發現它是很多個顆粒 那每一個顆粒就是一個包子男 啊 所以它經常是 一堆包子男 長在同一個位置 所以你可以把它叫包子男群 也可以叫包子男堆 然後 接下來 如果你取它一個包子男 它的包子 絕對包子男有一個比較共通性的特徵 就是一個扁圓狀的構造 然後它的周圍呢 會有一圈 比較寬的環帶 OK 如果覺得包子男成熟的時候 它那個環帶上面的紋路呢 會允許它 就是 被設計的 裂開 好 那它裂開的時候呢 只會在某一個 條紋的地方裂開 其他的地方 這時候會扮演像彈棒的角色 它就直接把裡面的包子彈出去 好 沒有問題吧 剛剛講 你如果覺得來徹體2N 那講它是包子體 這樣也怪怪的 可是問題是 它在它的頁面上 負責產生包子男 包子男負責產生包子 所以它是包子體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吧 對不對 好 負責產生包子的那個 那個形體 就是包子體 那所以現在 接下來的 只剩一個環節了 那當 包子男把包子釋放出去之後 那包子掉落在地面上 那它到底長出什麼東西 畫到這裡 等一下解釋 就長出一顆愛心 這樣子 這個就是絕類的 配子體 但這顆愛心很薄弱 從這裡到這裡 普遍性來說 大概都只有2到5mm 這樣子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閒人 不要講任何 大部分 沒事 不會去趴在地面上 然後看著旁邊 有絕對植物體生長的潮濕突浪表面 有一個一個薄薄的 綠色的一片一片的東西 然後 好 休息一下 一片 那個 我把行李整理完之後 這是 唯一的 全部喔 真的喔 有全部在這裡 有需要的 在等 要 要輪完一輪之後 才是知道你幾個 那是全部 真正我唯一 帶過來的 有需要的 自己來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